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为了家人和自己好好吃每一顿饭 上月末 朋友大海发了一条朋友圈 做完这个大单 就攒够心心念念的新房首付款了 还有48个小时 加油 配图是厚厚的一大策划案和凌乱的办公桌 底下 全是点赞和厉害 加油的评论 第二天 同事上班打卡时发现 大海晕倒在了工作岗位上 几个人急急忙忙把他送到医院 医院给出诊断结果是 胃溃疡加胆囊结石 这样的病人我见多了 你问问他 是不是平时根本不吃早饭 一问之下才明白 原来 大海这两天一直猫在办公室修改案子 整整两天没好好吃饭 这病基本都是不吃早餐引起的 医生茶坊里开始说 大海从事的是保险行业 做这一行 必须拼命增加业绩才能生存下去 夜里忙完 就点油腻高热的外卖吃 一大早起来 又急于见客户 更别提按时吃早餐 这样的习惯已经多年 我以为就是普通的胃疼 人人就过去了 谁知道一起身 两眼一抹黑 就啥也不知道了 大夫 从现在开始每天吃早餐还来得及吗 大海问 胃溃疡加胆囊结石 吃什么都来不及了 慢慢养着吧 原本想着这次项目顺理签约 月末奖金到账 就能付房款了 这一病倒好 大进去几万块钱不说 命都差点没了 出院后 大海删掉了之前那条朋友圈 发了一条新内容 三十岁以前 我们是在用身体换钱 三十岁以后 我们用钱换身体 可有一天 我害怕我活不到四十岁 你可以为了工作拼命加班 也请为了自己和家人好好吃早饭 好好吃每一顿饭 身体垮了 年薪千万也百大 活得久才是赢家呀 当你嚷着要实现梦想 要改变世界之前 先坐下来好好吃饭吧 没有资源背景不要紧 没有才华天赋不要紧 命比什么都重要 第二 吃早饭是浪费时间 有一次去广州玩 朋友接待我 一大早他把我拽起来 说要请我去吃广州早茶 为此 他专门点了 越式早茶四大天王 虾饺 烧麦 肠粉和叉烧包 一壶茶上桌 两人就天南海北聊了起来 不知不觉间 这顿早茶 吃了整整三个多小时 事后我开玩笑 2018年 我们花四个小时吃早餐 这也太奢侈 太浪费了 朋友笑着说 话又说回来 这些时间 如果不是吃早茶 无非也是用来刷新闻 看短视频 还有无休无止的网络社交 同样是浪费时间 和不把时间 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 我竟没法反驳 是的 时间就要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 比如像吃早餐这件事 如果把入睡和起床的时间 同时往前推两个小时 其景象必定会大不相同 少了一些拖延 少了一些惶恐不安 少了一些不必要的社交 少了一些毫无营养的 网络信息垃圾 用多出来的时间 你大可悠闲自得地做一份早餐 让接下来的一整天 从有条不紊和别样的仪式感中 栩栩展开 你并没有那么忙碌 也并没有那么重要 更没有想象中那样不可或缺 甚至 你的生活并没有因为你的忙碌 忙碌到来不及吃早餐 而变得好起来 一团乱麻的开始 一团乱麻的展开 一团乱麻的结束 何必呢 不如坐下来喝一碗青粥 浇一浇身体里的造气 以前的生活是工作 以后的工作是生活 第三 早餐是你面对生活的底气 一次读书会上 一位外籍华人的中年大姐 分享了她的故事 和丈夫离异后 她辞去了稳定的工作 带着孩子 移居国外生活 人在异乡 语言不通 没有亲友 她一边读书深造 一边还要兼职工作 刚搬过去的半年时间里 她不止一次 动过回国的念头 而所有的这一切 因为一顿早餐 发生了改变 她所在的小镇 每年都会举办一次 早餐派对 街坊四邻都会精心准备一份早餐 然后通过评选 选出最受欢迎的早餐 还能获得一笔奖金 她受到邀请 于是也准备了一份 意想不到的是 她做的家乡热干面 豆皮 糖油巴巴 喝牢躁淡酒 大手欢迎 组委会的评委称 这份早餐 是不可思议的东方魔术 自那以后 邻居们主动跟她打招呼 还邀请她和她的孩子 参加家庭派对 如今 她已经完全适应了那边的生活 她的孩子 也交到了许多新朋友 讲完这个故事 她说 起初 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不善言辞 又是单亲母亲 就是因为那顿早餐 让我在他们心中 留下一个印象 只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是一个值得交往的朋友和邻居 忽然想起 母亲说过的那段话 一个人孤身在外 每天早上的第一顿饭 一定要吃饱 吃饱了就有力气 就有胆 就不会想家 也就不会退缩 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你 诚然如此 普普通通的一顿早餐 有时候 就是一场莫大的慰藉 我们需要慰藉 如同我们的身体 需要营养一样 普普通通的一顿早餐 亦是我们 在面对生活的 纷繁复杂时候的底气 而任何的底气 都逃不过 这缕普普通通的烟火气 古诗十九首中云 弃捐物腹道 努力加餐饭 人生最深沉的期盼 最绵密的思念 不过是 不过是努力加餐饭 几个字而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